我们这边不要起来 7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先去做脚 再去做这边怎么办 脚后 对了 再来一次 再给脚数点换 走 7 R4出脚 UP 对 8 是转换正面 对了 明白了吗 所以你们看 甚至顺在他里面 你们少了一个过程 5 6 7 R 和 5 5 6 7 8 他就会有一些封住在巴黎的感觉 明白吗 啊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 能量的裙子有拉下 他说转身再再拉一拉好了吗 7 但是我们做了什么 做了身体的 对抗和脚部跟地板的对抗 对了 明白吗 再来一次 预备 走 5 5 6 7 8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安静它 没有吗 不是找一个 5 6 7 8 而不是 5 6 7 8 好 那么这个时候同学们我们的图化细节上来说它并不是7 8 我们上去给你讲过它是什么7 8 哎 你看到那边有什么它先有脚步再由重心转换 那么这个重心转换 那么这个重心转换一定实际上人马一样 它先有脚步再由重心转换 对不对 它是一样的呀 所以是 5 6 7 8 8 哎 明白了吗 他说是7 7 8 8 啊 再来一次 预备 走 5 6 7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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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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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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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7 8 非常好 是有点干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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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用了最短的时间时间 他用比最长的时间比较干净很多 好 7 8做完了之后 我们要有空间了 同学们 5 6 7 8 为什么没有空间 为什么没有空间 5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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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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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手位撑起来之后,我们就移动 同学们,移动的时候,我们要先经过滚动再出现,挥动 看好了啊,这叫滚动 这叫做滚动 这个叫做推动 所以,比如说你们在前面的腿速度慢 那为什么速度慢? 不是因为这个腿慢,是因为这个腿慢了 明白了吗?那么这个时候,你又可以用拉长的缩头 什么叫拉长?这个滚动是拉长的 那么这个推动就是 对,但如果你是 明白了吗?再次一次,预备,走,滚动 对,再来一次,预备,走,滚动 对,再来一次,但是一定要把你的腿弄滑 滚动 滚动 你要把你的这个腿弄 完 推到头尖 对,再来一次,走 5,6,7,8,用完 对,走,滚动,吹动 啊,用完,用完 这个地方的转动速度和这个地方的转动频率太慢了 什么的转动频率?太好了,我有转动 我的转速一定是快的 你看,当我们再去做这个转动的时候,我一定不是说 我在转动滚动的时候,我的话语是这样的 我是保持着,拧住调动 看到吗?拧住,我们刚刚又不会了 再看,再看,仔细看 我是跳的吗?我的力量在哪边?拧住调胸 你们现在是,松掉走,松掉走,还不够 还不够 挑跨是一个过程 一个脊椎在你的脚上一个过程 但是,如果你们老想着 你们老想着在这里 嗯 你们现在就没能发动 所以,我们一定是 这个样子,这个样子 我的骨盆的骨盆不是因为我的骨盆走 是因为我的脊椎走 明白,对 所以,我们一定是 我是先去保持,我自己先对抗 对抗,对抗,对抗,对抗 只有我的脊椎往前的时候 你脊椎往前的时候 你脊椎往前的时候 肯定不对 明白吗? 所以,你们要感受的是 你的力量跟上个动作的连接 连贯感 而不是老想着在那里 因类调话而调话 所以,变成了老战 可以来不去 明白吗? 你们的滚动是因为什么 你的胯支撑的高 是因为你越中心在冲进 那你的重心越往前的时候 你的胯会怎么样 还能撑着吗? 它是不是得跟你的脊椎走 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是骨盆拿着摆动了 那么,当你的脊椎往前走的时候 你的胯跟着走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的脊椎在走的时候 我的胯跟着走的时候 我要保持在凝转 明白了吗? 而不是一味的 为了放死 而放死 而放死 明白吗? 你们为了放死而放死 而放死 那腿又出不去 明白了吗? 再来一次 预备 走 再来 好 你们现在先撑住这个腿的力量 好 先去走脊椎 脊椎 拧住脊椎 脊椎 脊椎 我这个话 蹄住 有蹄肚 对了 现在熔做的不错 但是一旦就是肌肉带也不够 包饭也不动 你们行的都是对的 你看它是有劲的 不是对 你看它是对的 但是你们现在是什么 你们是个老板 你动玩滚动 就练成这样的 我是在移动的身材 拉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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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力的那种 我是在发力的那种 去滚动 不是说老滚动老滚 滚动 准备 再来一次 预备 走 移动移动移动 哇 移动移动移动 哎 哎 很多同学 还没有移动上去 就开始调化 这就是问题 看 很多人调化都在这里 对 看到没 半分前 是不是有人拉着你的后脚 反正 迈个方向 看到没 我的脊椎在干嘛 向前移动 就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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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完全能把这个腿了 完全能把这个腿了 用你的另个腿 对 因为这样总是 总是在这里 想着滚动滚动滚动 你得向前倒打 倒了 倒了 你才能 明白吗 所以你没有劲 因为老大他 谢礼 谢礼 谢谢 谢谢 所以现在这样 啊 啊 啊 明白了吧 哎 再试试 五 五 两大座 走 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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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移动移动 对 就是在那个腿 现在是两脚 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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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了 看到没 然后就用这个脚 推地 你一推地这个股份 不就上来了吗 你不要想注意点 嗯 你要压住你 你一推地这个股份 就不放过来 对 明白了吧 嗯 不用这样 三八五的原地的弹动 用得是这样 但是三八五的移动 用的是 明白了 嗯 而不是 你如果说原地是这样的 你移动起来还是起扣的 你看 你就移动不出去 但是移动要有什么 转动 明白了吗 所以三八五的不同的移动方式 会造成了不同的 busting轨迹 啊 所以不要老用一叶转 啊 再来一次 预备 走 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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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这多爽朗呀 看着 哎 对了 然后问题是 我刚讲的手臂空间呢 嗯 准备就有 五秒 放一跳就没了 对吧 五 六 七 走 啊 手臂空间 手臂空间 对 啊 手臂空间 手臂空间 yes 移动上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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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时常进了 这就叫 明白了吗 所以 你们现在跳的bounce是为了bounce而bounce 你们减虾吃的一个嘛 滑他们拥 跳完汤威斯 KEYER 眼睛也这样 走路很走不下 你 明白了吗 所以 三大五人定乎的手臂空间 而移动动的时候 转动 转动才不太 这样的明白 再来一次 从太头开始 把7做出来 把移动做出来 手里空间 and 5 and 6 and 7 让我了 可以了 那个字就漂亮多了 明白了吗 就是感觉出去了 明白了吗 接下来我们要看大家练习的时候 看上去就有比较问题了 移动 走了移动 接下来对象都是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要再停开小呢 首先我们都能让大的往内 拉着往内面 首先我们在去做这个转动的时候 我们是如何继续转动 首先我拿我自己来做3 当我第三个 握不上去过后 我会先让我的股心到达什么 主力腿 对到达主力腿 那么我会在这条腿上乘是什么 你们记住主力腿的作用是要改变方向 所以我要先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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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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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时候 对 虚比发力 什么叫虚比 虚比发力 就这样子 我们做这个我们的目的确定方向是这样 虚比 实话 明白了 那我们刚才做的就是这个 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一定是 先转一下 先压低 再回到 你们先压低 再回到 嗯 试一下 走 转 压低 你看 你们总也是这样子 可以吗 跳一下 你们是说功夫 我走的是直线 我走的是 直线 你们走的是 是 无限 怎么办呢 那你转到这个交易问题 那你转到这个交易问题 啊 反正 对不对 你从这个位置过来 先原地 再直线 这个就好推了吗 你们现在是 所以已经可以了 所以已经可以了 你不会 然后我们会讲身体 你先说 推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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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